台湾的工具机产业去年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总出口总额高达34.1亿美元 人均产值更高达200余美元 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瑞士 再度创造了台湾机械业的新高峰 能够拥有今日如此亮眼的成绩 在整体产业的背后 台湾有着独特的优势 去年其实表现得非常好 我们的增长在15% 那当然去年我们的排名 以出口来讲排名全世界第四 前面大概主要就是德国 日本 意大利 那我们跟意大利之间的差距并不大 我们认为台湾有机会 在未来的两年三年 应该有机会 甚至超越意大利 几年前有一个业者朋友告诉我 有一个德国的杂志提起说 全球的工具机的首都在台中 这个其实是大家认同说 这个地方它有很好的这种发展环境 那这个环境促使我们国内的 这个工具机它的这个性能价格比 就是CP值是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 我们的东西不是最好也不是最贵 但是我们就很好用 价格又很适当 那交集又因为这个聚落 这个产业聚落的这种这样子的关系呢 事实上我们的交集呢 也很能够符合客户的需求 国外买主为什么喜欢来台湾 它可以面对更多的选择 它到了先进国家甚至到了日本 它可能觉得原来都被人家占了位置 它的机会没有了 为什么因为数量太少 所以相对它喜欢到台湾 有很多的机会做成生意 科学人质性比较多 本来一个这个这个工具机业呢 它是一个资本密集 技术密集的产业 那台中地区 把这个资本密集的这一个条件 其实是拆开来 就把它打破了 我们分了很多的很细的 把工序呢 这个加工的程序呢 分了很多道 分了很多道 这一道你就标一个会 买一些设备 你就负责这一道工序 然后接下来你的朋友 又去接下一个 又去买设备 又去弄下一个工序 就会一块一块一块的这样子 所以真正要去制造一个 零件的这个所需要的设备 大家都分开来 不是一个工具机场 要全部去承担 这么大的这种投资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这个 这个的优势 然而面对近年来自中国 及世界各地的强大竞争压力 台湾势必应该提供更优良的品质 以及更完善的售后服务 而政府和业界也必须紧密的配合 创造更优质的投资环境 才能促使台湾工具机产业 大概的三到五年应该是个关键的时刻 它会持续进步 但是我们要比它进步的更快一点 那这样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销到大陆的市场 经济部有很多的这些产业发展政策 其实在这里边包括工具机 包括机械零组件 都是发展的重点 那协助我们的这些工具机场 但从技术面来说 是这个精度的高速化 高精度化 这个部分呢 大家一直在一直在努力 人才的培训是产业持续不断进步的动力 台湾在这方面仍然持续不断的加强进行着 去年九月 政府推出了人才扎根计划 由经济部和教育部共同出资 希望能够从校园中培育出下一代优秀的机械人才 但其实在此之前 台湾的学术界早和产业有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台湾以前不能做主策 虚动什么 因为工具机关键是主策 它有些动力精度的控制 要求很高 那是真正的重点的控制 那个东西一出来 刚好在台湾 像我们那边刚好那些培养的一些学生 做团体做洗澡 在台湾用的PCB 在那边找到应用 那里面有一个公司就是大量 这边训练的一些学生 他知道系统怎么写 但是那边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那时候早期的所有的控制器都是买德国的 一台控制器就 将近一百万 那个大量那边 刚好我们那时候有一些产业计划 学生也会做 然后那边投入研发 后来配合台湾的一些工业用的PC 把那个控制器真的自己完全独立自主做出来 台湾的工具机产业有着过去的丰富经验 面对未来 产观学将相互紧密地结合在一块 共同缔造世界级的机械王国 搭配合台湾的金融 接下来 搭配合台湾的小段 下来 使用 靠阳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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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我们来数换 电路 静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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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静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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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感谢观看